此蒙面规例生效后 首次有人被检控 案件押后到下个月中再信 两个被告获准保释 但是要交出旅游证件 不得离讲 两名被告在反蒙面法实施首日被捕 由警车押送到东区裁判法院提堂 首被告吴隆平18岁 报称城市大学电脑科学系一年吸身 次被告38岁蔡玉云 报称无业 两人同被控一汉非法集结 说他们上星期五和上星期六 在蓝田启田道一带 和其他不知名人士参与非法集结 作出扰乱秩序行为 他们也都割被控一汉 身处非法集结时使用蒙面物品罪 说两人上星期六 在相同地方没有合法权限或合法辩解 而使用相当可能阻止识别身份的蒙面物品 即是一个口罩 两人暂时无需答辩 分别准以300元和1000元保释 要交出旅游证件 不得离港 遵守宵禁令等 案件押后到下个月18号 在官堂裁判法院再讯 以待警方进一步调查 无线电视记者郭永恩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